10个中国史上最强地震 第一名83万人罹难 2700平方公里受灾 比台湾921大地震更惨340倍 中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处 是世界上地震活动最频繁 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历史记载 中国曾发生过超过1700次重大地震 超过数百万人罹难 仅在20世纪 中国就发生了多次8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释放出的能量并不亚于1000颗原子弹同时爆炸 那么在这众多的地震灾难中 到底哪一次才是真正的中国地震之王呢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中国史上最可怕的十次超级地震 第十名 1988年蓝仓耿马地震 1988年11月6日晚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在中国云南省的蓝仓耿马两地炸响 大地仿佛在一瞬间失去平衡 一时之间 地光闪烁 地鸣如雷 释放出了难以想象的能量 其实蓝仓耿马地震的真正可怕之处 在于它的双震特性 第一场地震发生在21点03分 震中位于蓝仓县 震级达到7点6级 可仅仅在13分钟后 第二场7.2级地震 又在120公里外的耿马线发生 这两次短时间内相继爆发的地震 犹如大地的两季重拳 使原本已经岌岌可危的建筑物 几乎无一幸免 这场地震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 不仅波及到了蓝仓 耿马和苍原三线 还涉及云南省的多个县市 总受灾面积约为7500平方公里 即便是远在400公里之外的昆明 人们也能感受到剧烈的震动 而在更远的泰国 老挝 越南 和孟加拉国 也有明显的震感 泰国的一栋27层高楼 在地震中摇摆了数分钟 仿佛在风中飘摇的树枝 最后 这场地震共造成748人至938人罹难 重伤者超过7700人 26.7万人无家可归 经济损失高达2.7亿美元 对于这个多山 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 这场地震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地震不仅摧毁了大量的民房 更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基础设施 地震中 道路 桥梁 水库等公共设施 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最令人揪心的是 长达10公里的国防公路路面 因为震动产生了巨大的古包 裂缝 路基被滚石掩埋 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而且 这次地震的另一显著特点是 余震异常活跃 在主震后的半个月内 竟发生了约4700次余震 这些余震 像是大地在不停地喘息 延续了地震带来的恐慌与不安 人们无法预测 下一次余震何时会来 只能在恐惧中度过每一个日夜 不仅如此 余震还对原本已经严重受损的建筑物 造成了二次破坏 使得救援和重建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蓝仓 耿马地震之所以如此严重 与云南独特的地质结构密不可分 云南位于青藏高原南远 这里是地质活动频繁的地区 由于印度板块不断向北推挤 青藏高原逐渐抬升并向东南方向扩展 但在四川盆地的阻挡下 巨大的硬力分散到云南地区 再加上云南复杂的断层结构导致了频繁的地震活动 云南省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 但却承受了全国20%的破坏性地震 尤其是破坏性地震频繁发生的地区 占到了云南省面积的84% 这样的地质背景使得云南成为中国最容易遭受地震破坏的地区之一 可以说 蓝仓 耿马地震给云南省乃至全国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在地震发生前 当地的防震减灾意识普遍薄弱 抗震设防措施不够完善 许多建筑物设计标准低 抗震性能差 导致了地震中的大量倒塌和人员伤亡 地震后的废墟中 隐藏着无数家庭的悲痛与失落 然而 这场灾难也成为了推动中国 抗震设防标准提升的重要契机 震后 政府加大了对抗震建筑的投入 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建筑规范 力图在未来减少类似灾害的破坏 同时 地震预警系统的不断完善 也将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 提供了更好的防范手段 第九名 2010年玉树地震 2010年4月14日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还被照亮青藏高原 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节骨镇 却经历了一场撕裂大地的豪劫 一场7.1级的强烈地震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袭击了这片宁静的高原 瞬间将镇上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摧毁殆尽 玉树地震的残酷与无情 让这个原本宁静的藏区成为了举国哀悼的焦点 地震发生时 大地仿佛在玉树草原上撕开了一岛 长达30公里的巨大伤口 道路断裂 田解一味 溪流逆流 滴把崩塌 整个节骨镇的景象如同末日来临 镇中的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 抗震能力极为脆弱 在这次强震中几乎全部倒塌 震中地区的99%建筑化为废墟 曾经的学校 房屋瞬间成为残骸 根据官方统计 地震共造成2698人罹难 270人失踪 受伤人数达到了1.2万 此时的玉树 遍布着倒塌的建筑和哀好的声响 几乎每个家庭都在为失去的亲人而痛哭 这场灾难 在当时被认为是青海省有史以来 记载罹难人数最多 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 然而 玉树地震带来的灾难 并未在主震后结束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多达3358次的余震 从未间断 其中多次达到5级以上 那为什么玉树地震如此严重 这也得从玉树的地质背景说起 青藏高原是世界三大地震带之一的 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的一部分 这片高原自南向北 被多个大型活动断裂带分割成多个地块 其中最为活跃的巴掩喀拉地块 和甘兹玉树断裂带 就刚好在玉树交汇 为了进一步研究 科学家们还特意在玉树地震带的不同段落 开挖了探槽 竟发现 此次地震的断裂下 保存着多次史前地震的遗迹 原来 玉树断裂带在过去6000年内 共发生过四次古地震 基本上 平均每隔1150至1800年 就会发生一次震绩为7.5到8级的强烈地震 所以 当年这一切 实际上是地震活动的历史延续 不过话说回来 在地震发生后的十年里 基础设施得到快速修复 新的城镇拔地而起 居民住房质量显著提升 医疗条件和公共服务功能得到极大改善 生态环境也在逐步恢复 植被总初级生产力相比灾前提高了约40% 如今 老百姓们又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 愿玉树的未来 永远如其名 挺拔坚韧 第八名 1950年阿萨姆西藏地震 1950年8月15日 地球上最活跃的两个板块 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 又在喜巴拉雅山脉下方进行剧烈的摔跤 这次较量 在宁静的莫托县 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 瞬间 将这个藏羽以为花朵的高原小城 变成人间炼狱 这场震惊世界的8.6级地震 就是著名的1950年阿萨姆西藏地震 又称莫托地震 阿萨姆西藏地震的震级高的惊人 是中国有仪器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 也是全球历史上规模排名第九的地震 这场地震发生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 南加巴瓦峰东侧的雅鲁藏部江断层带上 震源深度仅为6公里 巨大的能量仿佛从地心喷发而出 波及整个西藏和南亚多个国家 甚至连几千公里外的印度 尼泊尔布丹都未能幸免 这场灾难完全可以说得上是一场巨大自然灾难的引爆点 莫托县首当其冲几乎被彻底摧毁 镇中附近的村庄有超过90%的居民罹难 超过五个村落被推入江中 有些村落几乎全军覆没 人畜无一幸免 总计约4000人在中国境内丧生 而印度也有1526人在这场灾难中失去的生命 地震不仅带来了惨重的人员伤亡 还对当地的藏传佛教文化遗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莫托县内许多寺庙 佛塔和佛像在地震中化为尘土 扎西绕灯寺那座高达29米的菩提树心佛塔被折裂 强嘎林寺两层高的尼苏弥勒佛像和释迦牟尼佛像被镇断 约100尊金佛像遭到严重破坏 这些珍贵的宗教建筑与艺术品的毁坏 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损失 更是当地藏族文化的一场浩劫 阿萨姆西藏地震仿佛大自然的一记重锤 敲醒了人们对喜马拉雅山脉地质活动的认知 莫托这曾经的花朵在这场地震中凋零 却也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成为对自然敬畏的象征 第七名 1966年形态地震 刚刚介绍的几场地动浩劫 都是发生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 而下面这场发生在华北平原的地震 真的就像大地的一次愤怒抗议 深深震撼了所有人的心 时间回到1966年3月8日凌晨 一场6.8级的强震撼动了整个河北省的邢台地区 然而 这只是灾难的开始 仅仅两周后 3月22日 7.2级的更强地震再度袭击了同一地区 这一系列的地震 共发生了五次 震击均在6级以上 邢台地震的破坏力 如同一只巨手 摧毁了大地上的一切 让这片土地满目疮痍 这场地震带来的灾难 规模空前 据统计 共有8064人在地震中罹难 38451人受伤 超过508万间房屋倒塌 两次主要地震波及的范围广阔 北至内蒙古的多伦 东至山东的烟台 南至江苏的南京 西至陕西的铜川 都感受到了这场地震的震撼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北方地区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尽管地震的突然袭击 让人措手不及 但邢台地震的发生 并非完全没有预兆 地震前几日 邢台地区的三观庙景 突然出现异常 井水暴涨 地震前夕 井水更是溢出地面 散发出浓烈的硫磺味 更为惊人的是 地震发生时 这口井竟然喷射出 四米高的水柱 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 伴随着大量泥沙的涌出 这一系列的异常现象 虽然在当时 没有其他应有的警示作用 但在后来 却成为了地震学家们的 重要线索 比如上面提到的三观庙景 就因多次在地震前 出现异常反应 被誉为中国地震观测第一景 这口井的表现 让地震科学家们 开始意识到 地下水与地震之间的密切关系 并在随后的1966年4月 在邢台地区筹建了红山地震台 这成为了中国地震科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如今 红山地震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综合性地震台 不仅拥有侧震设备 还具备了地磁 水准 地电等多种观测手段 是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 地震基准台 可以说 1966年邢台地震 标志着中国地震科学的觉醒 从那以后 中国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意识不断增强 地震科学家们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更为系统的地震监测和研究 地震不再仅仅是令人恐惧的自然灾难 它也成为了科学探索的一个重要领域 人们开始学会如何去监测 预测和应对地震 将自然的愤怒 转化为科学进步的动力 第六名 1970年通海地震 1970年1月5日的凌晨 云南通海县被一场惊天动地的7.7级地震 无情敲击 大地如同发狂的巨兽 猛烈地翻腾咆哮 建筑物在这一瞬间 仿佛被变成了脆弱的豆腐渣 纷纷倒塌 地震发生时 震源深度仅为11至13公里 距离地表如此之近 强烈的震动仿佛直接来自地下 猛烈地撕裂着地面的每一寸土地 最后 这场灾难 造成15621人罹难 32431人受伤 超过33万间房屋倒塌 整个通海县和周边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受灾面积达到了8781平方公里 经济损失高达500万至2500万美元 这场地震成为了1960至1970年间 中国最为惨痛的一次地震 也是建国后罹难人数破万的三次地震之一 跟前面的邢台地震一样 通海地震前其实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 1969年11月底 西南地质地震大队的考察小组 曾来到通海进行地质考察 他们发现了冬季百花盛开的反常景象 这意味着地下温度的异常升高 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地震知识 尽管有了预感 考察队仍未能确定即将到来的灾难 可此时灾难的阴影已逐渐逼近 1970年1月4日 考察小组居住的旅社内一口井突然干涸 当夜的天气也反常的闷热 街上还出现了老鼠群奔的诡异景象 这些异常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终于 1月5日凌晨 大地震爆发 震撼了整个通海 说起来 由于通海地震发生的时间 正值中苏关系紧张 中国正处于战备的状态 许多人在地震发生后 甚至以为是核战争爆发 民众在恐慌中不敢点火 黑夜中充满了不安和混乱 更为悲哀的是 文革的政治动荡 使得整个社会的注意力 被高度集中在政治和思想斗争上 导致地震灾难的严重性被忽视 官方的灾情报道 直到地震发生三天后才首次出现 而真正的灾情数字 直到30年后的2000年 才逐渐浮出水面 在救灾过程中 物资短缺 社会混乱 生产停滞 使得救援工作异常艰难 当时的救灾工作中 甚至只能通过精神援助来支援通海 数十万毛巷章 毛选 毛雨露 和成千上万的慰问信 被送往灾区 这种救援 显然无法满足灾区人民的实际需求 救援效果差强人意 不管怎样 如果说形态地震标志着中国地震防灾减灾研究的起点 那通海地震便是切实推动了中国地震管理体制的建立 灾难过后 1971年 中国成立了国家地震局 随后 全国24个省市地区陆续组建了地震工作机构 专业研究人员达到9000余人 地震观测台站增值300余个 这一切标志着 中国在地震科学研究和灾害防范方面 卖出了重要的一步 通海地震不仅仅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更是一场暴露了应急管理缺失的人活 这场地震带来的教训深刻而沉重 它告诉我们 面对自然的巨大威胁 唯有依靠科学的力量 迅速和高效的救援 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家园 第五名 1927年 甘肃古浪大地震 古浪 位于甘肃五威 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在藏与众议围黄洋出没的地方 是历代文化经济交融的宝地 然而 1927年发生的一场地震浩劫 将这个附属之地瞬间变为人间炼狱 据《圣经时报》记载 1927年7.6级的古浪大地震 对古浪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时山谷崩裂 日暗无光 震中烈度高达11度 震源深度约12000米 几乎将古浪的城乡移为贫地 据统计 地震导致41万多间房屋倒塌 1.93万处村庄被毁 造成3.54万人丧生 另有4.3万人受伤 生处损失超过20万头 毁坏更抵达7200多时 当年申报在描述这场灾难时 甚至写道 古浪户口几乎全灭 更为悲惨的是 1928年 这个区域还经历了 梁州事变和大旱 这些人祸与天灾一同 将这一片土地的人民 推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 话说回来 古浪大地震 不仅在中国境内引发了震撼 包括列宁格勒 苏黎市在内的十几个地震台站 都监测到了这次地震的波动 遗憾的是 地震发生后 并未能组织起 专业性的调查和研究 很多资料都仅在报纸 刊物和地方限制中有所记载 部分外国传教士 在信件中描述了 他们震后的感受 成为了后人了解 这场灾难的少数史料之一 除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场地震肉眼可见的 导致了大量珍贵的 历史文物的毁损 十三层高的罗藏砖塔 倒塌的只剩下一个人的高度 梁州城头的24座建筑 除北城头的独村一座以外 其余全部被震撼 白塔寺 大云寺 清真寺 大光寺二塔等古建筑 也在这场地震中严重受损 这些曾经屹立百年的建筑物 在地震中化为瓦砺 历史在这一刻被无情地撕裂 不过 尽管自然的力量不可抗拒 但人类的生命力同样顽强 在废墟之上 古浪的人民开始了一场艰难的重建 他们用坚韧和勇气 将生活重新拉回正轨 在历史的洪流中 灾难是无情的 但生命的坚韧与希望 却如同扎根大地的种子 总能在废墟中重新生长 第四名 2008年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 四川汶川县的天空骤然暗了下来 大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 8.0级的地震 如同一只无法控制的猛兽 在短短几分钟内 撕裂了四川的山河 摧毁了无数家园 这场灾难不仅震撼了中国 更在全球范围内 掀起了无尽的悲痛和关注 这就是被历史铭记的汶川大地震 汶川地震的威力 堪称千年一遇 震中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的汶川县 震感部级范围极为广泛 不仅四川 甘肃 陕西 重庆 云南等地 明显感受到剧烈震动 甚至远至泰国 越南 孟加拉 蒙古 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人民 也能明显感受到大地在震战 这次地震震源深度仅19公里 属于魅露浅源地震 这次地震释放的能量 相当于56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 是1995年日本版神大地震的30倍 汶川大地震的中心烈度达到了11度 接近地震烈度表的极限 地表破裂长达300公里 破裂持续时间约80秒 而在这些致命的80秒里 地面隆起 裂缝 古包等现象随处可见 地表最大隆起 高度达到了6米 这种巨大能量的释放 将整个四川撕裂的面目全非 地震过后 黑暗并未远离 它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地质灾害 震后约20万次山体滑坡和800多个地震湖 分布在1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山体滑坡如同一堵堵大墙 阻断了河流 形成了一个个新的地震湖 而且在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内 人们总共记录了64至104次重大渔震 而在随后半年内 渔震总数达到42,719次 整个灾区在地震的渔波中不断遭受打击 最终 汶川大地震导致了超过69,000人丧生 37万余人受伤 1万8千余人失踪 受灾人口超过480万到1100万 经济损失超过10亿美元 房屋 学校 医院 桥梁 公路等基础设施毁于一旦 整个灾区瞬间成为废墟 交通中断 通讯失联 救援人员无法迅速进入灾区 生命的黄金救援时间一点点流逝 许多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场灾难中 尽管灾难无情 生命却展现出了无比的团结与顽强 在废墟中 救援人员不眠不休地寻找幸存者 灾区的人民也在最艰难的时刻互相扶持 展示出了令人动容的力量 全国乃至全球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灾区 人们以各种方式参与救援 用爱心和行动为这片受创的土地注入希望 截至2009年4月30日 中国大陆地区捐款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人民币 约合100亿美元 台湾一项中国大陆援助70.5亿元台币 约合2.2亿美元 香港各界共计捐款90亿港元 约合11亿美元 据统计 在这场灾难中 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 已经超过了1996至2007年 中国大陆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的总和 打破了中国大陆的赈灾史记录 16年过去了 如今的汶川早已焕发新生 但那场灾难的记忆和警钟 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个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心中 汶川大地震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痛篇章 更是一个顽强不屈从废墟中众生的故事 第三名 1976年唐山大地震 40余年前 23秒内 中国北方 有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 在寝客间变成人间地狱 无数生命停止呼吸 无数居民失去家园成为难民 由此揭开了400多年来 世界地震史上最悲痛的一夜 1976年7月27日至28日 唐山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致命的大地震 主震为7.5级 震源深度23千米 第二次强震为7.4级 震源深度为26千米 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 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 猛然爆炸释放的能量 根据官方统计 唐山大地震直接导致24.2万人罹难 16.4万人重伤 而实际伤亡人数可能高达30万余人 城市95.53%的民用建筑 和81.08%的公用建筑 都在瞬间倒塌 基础设施几乎全部瘫痪 你可能都不敢相信 甚至2020年7月12日的5.1级地震 都是此次地震的余震 唐山地震的震中位于唐山市中心 在那之前 这里一直被认为是地震灾害发生率较低的地区 然而 大地却以最猛烈的方式 告诉人们它的不可预测性 地震发生在半夜 震前没有任何前兆 许多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却已来不及逃生 地震的幸存者们 还未从第一次震动中恢复过来 便在随后数小时内的余震中 再次遭受打击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不仅带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还使得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唐山地震发生后 约7200个家庭全家罹难 4000多名儿童成为孤儿 对于这些幸存者而言 地震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创伤 更是深深的心理阴影 尽管已经过去了40多年 但地震的记忆 依然深刻地刻在幸存者的心中 成为中国历史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尽管这场灾难几乎摧毁了整个城市 但唐山人民并没有在废墟中倒下 灾难之后 唐山开始了一场艰难的重建 历经多年努力 唐山如同凤凰涅槃 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 还曾获得联合国人巨奖 城市的GDP在2015年达到了6050亿元 位居河北省第一 成为中国北方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 而唐山凤凰城的别称 正是因为它从灾难的灰烬中重生 展现出了对生命力量的礼赞 第二名 1920年海源地震 如果此时你还没从唐山大地震的悲痛中缓过神来 那你可能需要再深呼吸一下了 1920年12月16日 世界突然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海源县 杰斯底里的一声怒吼 这个8.25级的恐怖巨震 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2亿吨TNT炸药的爆炸威力 大概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 海源地震发生在冬日的宁夏 当时的震中烈度高达12度 震源深度17公里 强烈的地面震动持续了十余分钟 整个地球都在颤抖 余震持续了长达三年 地震波在地球上环绕了六圈 地震的威力大到让世界上96个地震台 都记录到了这场灾难 东京帝国大学的地震仪 甚至因为震动过于猛烈而导致指针断裂 别看这次地震发生在地广人稀 经济贫困的大西北 它所带来的破坏力依然极为恐怖 据统计 这次灾难导致了约有23万至28万人罹难 30万人受伤 特别是海源县 只有11万余人的县城中有近7.3万人遇难 意味着全县59%的人在地震中丧生 这场地震本已足够惨烈 但天灾似乎并不打算止步于此 地震发生在冬季 紧接着而来的大雪让许多幸存者因缺乏食物和预寒衣物 在寒风中被活活冻死 饿死 由于死亡人数太多 许多家庭不得不将多个亲人合葬在一个墓穴中 在海源县城边上 一个占地近200亩的万人坟 无声诉说着这场灾难的残酷与悲痛 在海源地震后的废墟上 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地震预测和建筑抗震设计的重要性 今天 宁夏已经实现了地震监测的数字化 它的地震观测系统能够对1.5G以上的地震进行准确定位 并在两分钟内完成自动速报 八分钟内完成人工正式速报 海源地震虽然已经过去了百年 但它留下的历史教训却永远不会被遗忘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 并以科学为武器 才能在灾难中守护我们珍贵的生命与家园 第一名 1556年化险地震 1556年1月23日 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 这一天 陕西化险的夜空突然被撕裂 将无数生命埋入了黑暗 这场被后世称为化险地震或家境地震的灾难 是中国史上最强地震 同时也是世界史上罹难人数最多的致命地震 至今仍被铭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自然灾害 这场震级达到8.0级的地震灾难 震中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化县 波及范围极为广泛 直接影响到了陕西 山西 河南 甘肃 宁夏五省101个县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地震有感范围覆盖了227个县 约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场灾难中颤抖不已 据记载 震中区的灾情最为严重 包括渭南 华县 同关等地在内的2700平方公里区域几乎被彻底摧毁 余震更是让恐惧挥之不去 每个月平均三至五次 持续了整整三年 直至五年后才逐渐平息 化县地震的残酷不仅体现在破坏力上 更体现在巨大的人员伤亡上 据明史五行之记载 这场地震导致了83万余人罹难 要知道 今天的文莱举国上下也仅有45万人 也就是说 这一场地震几乎足以让一些小国灭国两次 震后的黄土高原到处都是坍塌的黄土窑洞 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在半夜的瞬间被埋葬在地底 在余震不断的几个月里 幸存者们不仅要面对震后的破坏 还要与寒冬 饥饿和疾病抗争 然而 尽管灾情如此惨重 震后的震灾工作却因为励志腐败和资源匮乏而进展缓慢 那时候 恰逢万利地要修建它的明定陵 一下子耗银多达八百万两 几乎是用于震绩灾区所花费的四百余倍 国库接连的亏空 对当时明朝的国力和财政状况 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 不仅改变了陕西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也提醒着我们 在面对自然的巨大力量时 人类是多么脆弱和无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中国十大最强地震 哪个更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